烂于充数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则成语 它嘲讽弄虚作假 告诫我们为人处事要问真与假 求学更应求真务实 那么烂于充数的故事来源于哪里 这则成语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它又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哪些警示作用呢 请继续收看 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八集 除记谦虚 终受益 谦虚态度的第四点 是虚实在哪儿 在实不在虚 人有的时候要考虑虚实问题 那么我们谦虚的考虚实呢 就一定要以实为基础 这个成语说的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叫做烂于充数 虽然大家已经说的很多了 但是这个成语呢 就永远对我们有警示的提醒的作用 我们不要做烂于充数的那种虚的人 我们要选择实际的才干和技能 这个成语呢 他的故事是出自韩非子 我们看一下 其宣王使人吹鱼 必三百人 南国楚世 请魏王吹鱼 宣王悦志 领时已数百人 宣王死 敏王立 号一一听至 楚世逃 这说的这个南国新生 那个是叫他楚世啊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对楚世的解释呢 楚世就是有才学 就不愿意做官 其实南国新生他其实没有什么才学 我们现在这样的来说他呢 是抬高他 是一种礼貌文化 你要说是讽刺 你也可以进行研究 那么南国新生吹鱼的这个故事 我们把它还原一下 齐宣王 他有听音乐的爱好 听音乐里面呢 尤其爱听吹鱼 鱼这个东西他一听呢 听得不过瘾 他组建了一个三百个人建制的 一个乐师团 这个乐师团里面呢 全都是吹鱼的 而且他一听 他就需要合奏 他不要一个一个的听 喜欢讲排场 喜欢热闹 这件事情呢 就被南国知道了 南国就赶快去自己推荐自己 他说 我吹鱼啊 这个活是绝妙的 我吹得怎么样的好呢 但我吹鱼的时候 那些鸟啊 那些兽啊 都会跟着我的鱼呢 翩翩起舞 多好啊 那我在吹鱼的时候 那些花呀 那些草啊 它们会跟着我的鱼的节奏 就摆来摆去 我愿意把我这个绝活 奉献给大王您呢 这个齐宣王听了 很高兴 一个这么样的高手 给我吹鱼 好好好 加入到那个三百建制的乐师团 你进来吧 南国先生进了这个乐师团 大遇相当的好 那就跟着这些乐师 每一次吹鱼 他都出来 南国先生根本就不会吹鱼 可是他是个戏精 他很会表演 每一次吹鱼的时候 看到别人动一动身体 他也跟着动一动 看到别人摆一摆头 他也跟着摆一摆 他不但动一动摆一摆 他还表情特别的投入 你看着他就是一个十分的投入摧鱼的人 其实他根本就不会 好 这样的好景不长 齐宣王驾崩了 他的儿子敏王即位了 敏王和他父亲一样的 也喜欢鱼听鱼 可是呢有一点不同 就是不喜欢合奏 喜欢独奏 所以他下一道命令说 乐师们你们都去准备 一个一个的演奏给我听 这一下南国先生 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没有办法 就连夜背着行李 离开了乐师团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烂鱼冲树里边 南国先生的这个故事 你如果再放到原文里面去看 你会看到其他的一些东西 现在我们提倡 读整本书 这个提倡非常好 至少它有这么样几个作用 第一 读整本书呢 你信息很丰富 然后信息丰富 整本书呢 就是个系统的东西 还有一点 你读了整本书呢 你断章取义的可能就减少了 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君王什么呢 它是要告诉君王 有时候呢 是不一齐奏 大家都在奏 你就听不出 他的个性 他的水平 你是搞不清的 大家呢 一口同声 你一定要学会 让人单独给你汇报情况 也就是敏丸所说的 一个一个的来听语 这是一个比喻 但你单独听人汇报情况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个人什么特点 那个人什么特点 这个人水平怎么样 你都会一清二楚 那这种东西呢 在表面上 你是无法看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读整本书 你去再看 这个兰国先生的故事呢 它是起到这样一个遇事作用 从我们秩序而言 南国先生这种 不学无术 而要冒充有水平的 是千万不能学 这是谦虚精神的大忌 以上几个成语 我们把它联系起来 就可以构成一个 千千君子的一个系列 我们需要登高自卑 我们需要多文为父 我们也需要薄物恰文 但是我们不需要 滥鱼充数 如果能做到这样几个方面 那么你即使不想成为千千君子 那也是比较难的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